各位妈咕这三宋五三门 欢迎收看每周360 我是Elaine So今天是年初SANA 在这里我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 小改款Honda CD Hatchback 泰国发表 新车外观变得更加的精致帅气 同时整体的配备 比起现款车型更加的丰富 在外观的部分 CD Hatchback的前脸设计有进行了优化 它的Solid Ring镀隔失调尺寸缩小了 同时原厂为它换上和Civic类似的蜂窝式造型 而在车尾 它的保险杠就加上了一个后扰流器 让它看起来更为sporty 值得一提的是 原厂在泰国的汽油车型中 也加入了更多运动的RS运动空力套件 而相信未来大马版应该也会更进 内装的部分 新车用上了全黑的内装设计 而且原厂为小改款车型下 放了不少新的配备 它换上新的8寸高清触屏主机 并且支援无线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的功能 更为方便你连接手机使用 至于引擎的部分 新车在泰国依然提供了 1L Turbo及1.5L Hybrid两种选项 不过在大马则会是 1.5L iVTEC自系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119HP 峰值扭力表现为145Nm 而混动车型则是 1.5L iMMD混动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107HP 峰值扭力表现为253Nm 另外它的Honda Sensing 也新增了 Dive Stop & Go SEC 及前车驶离警示两个功能 那新车目前已经在泰国上市 而预计它也会在今年内来到大马 有朋友也期待这一款车的到来吗 据悉小改款车型将在近期于泰国市场首发 而它作为Honda Malaysia的当家车型之一 相信也会在今年内来到大马市场 并且预计和City一样 可能会加入新的Petro-I车型 未纯燃油车型加入运动空力套件 不过详细的细节 依然要等到新车在泰国发布后 才能够知道 第二则新闻 Nissan 2023年大马销量仅1万辆 相比2022年降低了27.5% 唉 Nissan曾经大马是日系品牌的三强之一 但近年来原厂在本地投放的新车不多 导致销量愈下 目前虽然Nissan在本地有多达6款车型在售 但是去年全年原厂在我国的销量看看达到了1万辆而已 对比2022年的1万3千多辆下跌了27.5% 也让它在我国的销量排名滑落至第9的位置 那销量下滑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原厂在本地的新车投放不足 因为在2023年Nissan在大马只发布了小改款的Lift 而在前一年2022也只有Nissan Serena的小改款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上一次有全新车款登陆似乎是2020年时的Nissan Amira 但因为这款车在我国的销量一直不温不火 因此近几年原厂在本地的销量表现也不容乐观 不过在2023年原厂可能有机会可以一碗颓势 因为他们可能会在本地引进小改款Amira 新一代的Serena及SQ等数款重磅车型 只要这些新产品能够以出色的产品力掳获本地消费者的放心 相信还是有希望可以帮助提振原厂的销量 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原厂接下来 还会有什么大稿做吧 第三则新闻 Volkswagen Arteon正式在德国停产 目前仅剩大马及中国还在生产 早在去年就有消息指 因为Volkswagen Arteon的销量不佳 因此原厂决定取消这个车型 将留下空缺用其他盈利能力更强的车型补上 而近日原厂证明这款车已经正式在德国停产 目前全球仅剩下位于大马及中国的工厂 还有在生产这一款车 那Arteon这款车在全球 一共有4个Volkswagen工厂进行生产 而这一次停产仅涉及位于德国的Amden工厂 至于位于德国Osnarburg工厂负责生产 Shooting Brake旅行版本的工厂 还会继续生产旅行版车型供运给欧洲市场 而位于中国长春的仪器大众工厂 及在大马位于Pergand的工厂 则还没有宣布停产叫跑车型 虽然现在这款车已经在德国停产 但是目前VPCM暂时还没有公布 关于这款车未来的计划 同时这款车现在依然能在大马官网上售卖 如果你有兴趣在它停产之前 把它带回家的话 现在或许就是最好的时机了 第四则新闻 Mazda确认重新回归钻子引擎开发 并将开发符合新世代需求的引擎 在2012年RX8停产之后 原厂对于钻子引擎开发中断了十余年之久 一直到2023年 原厂才让钻子引擎作为真城市混合动力 R11V的核心复活 而上个星期原厂就宣布重组钻子引擎开发团队 重新开发新一代的钻子引擎 实际上之前有传闻指出 Mazda会在电气化时代完全降临之前 推出一款全新的钻子跑车 同时在2022年 原厂也向欧洲专利注册局注册了一款全新的跑车 这款跑车采用了三钻子的设计 预计最大马力表现可以达到400匹马力以上 而且为了满足排放需求 预计也会加入混合动力系统等等 不过暂时而言原厂并没有公布太多关于新世代钻子引擎的细节 你们觉得Mazda的钻子引擎跑车复活的几率大不大呢 在底下留言一起讨论 第五则新闻 Toyota Corolla Cross小改款泰国登场 这一次的东南亚版本的Corolla Cross终于跟上了日规车型的设计风格 可以看到这款车换上了新的LED头灯组 同时在保险杠设计也和现款车型稍有不同 不过这一次的升级主要是在配备上 原厂终于为它换上了新的12.3寸的数位画仪表及10.5寸的中控触屏主机 同时它将支援Virus Apple CarPlay及Android Auto功能 而且大家期待已久的EPB电子手刹也会加入到这款车中 另外在引擎动力的部分 这款车依然持续了1.8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及1.8升混动引擎的选项 并没有大家期待的Dynamic Force系列引擎 其中前者有138匹的马力 177的峰值扭力动力输出 而混动引擎的综合输出则是120匹马力 最后小改款Corolla Cross已经正式在泰国发布 有鉴于现在才是2024年的2月份 相信新车今年来到我国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至于什么时候正式在我国发布呢 就要等待UMW得大的宣布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新闻内容 喜欢这一期的内容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 还有还有再次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年年换新车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